前進前進 生生保養 這是台灣人民 全壞人為心苗靈 這是台灣人民 願望成功苗基勝 這是台灣人民 願望成功苗基勝 陰陽日月最長生 可惜天理難分明 若有真聖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零三儀會萬年燈 四八大院照光明 王產老祖廟至聖 加持冠景見太平 南某無量寿廟至聖王產老祖 南某無量寿廟至聖王產老祖 各位維新聖教 一京大學 各位 所有賢士同修代表 當下 我們新北市 巴德道場 巴德教室 孝心道場 和安心道場 兩位住屬法師 及各位維新賢士 法公義工同修 代表 三祖兒女以當下 在維新聖教 彈吉山 仙活寺 總滾山 仙活殘堂 深寒 風至阿彌陀佛火彈 消災化解 天文勇息 天災勇息 大法會 在維新聖教 彈吉山 仙活殘堂 中華民族 十祖 仙人皇帝族 九旅所有帝族 雙龍員帝族 雙龍員帝族 余列衛祖先 同修仲等 当下此时 庚子年7月27日 我们继续在 攻占王产老祖天威 王产老祖的天威 不是一般人所谈谈说说而已 在今天早上 鬼谷文化学会 会长杨吉东会长 及黄春之教授 及江明祥秘书长 跟着报告了 王产老祖天威 究竟有多少 经过 维新圣教中务中心 张青芳主任 和所有法师 元老法师 元孙法师 元毅法师 黄慧荣组长 各位相关的法师 共同将王产老祖天威 所完成了 38年来的 公夺天 有多少 结果统计结果 三百九十一件 都公夺天 有三百九十一件 都公夺天 源头也是从 任序年 民国七十一年 七月二十三日 都开启蓝天 那一撒那开始 已经上天就注定了 王产老祖 实现在人世间的当下 和混远天人合一 一步一脚印 每天时时刻刻 用心 再与诸佛菩萨 天神 来对话 如何才能够 化解 中华民主 五千年来的 恩恋情仇 所以 一步一脚印 都是有天意 要用心 来与 诸佛菩萨 圣神来对话 尤其 与中华民主 一万五千六百 一十五姓氏 列祟 列祖列宗 朱祖灵 要对话 更是困难 打算于 王产老祖 的天威 进入我们的心中 我们时时用心来想 不是用头脑想 用头脑想 是思想 是有为法 用心来想 是无为法 无为法 跨越时空 跨越时空 千万年的时空 每位同修 都有这个能力 都可以 用心来讲 尤其在任续年 打开南天门的那一刹那 从南天光降 台湾净土 都诸佛菩萨 无量数的 诸佛菩萨 圣神 都来到地球 的台湾净土 寻寻觅觅的 找到有缘人 这个极是天命 共同的天命 所以我要为 整个地球的安危 来守护着 只有一条路 用心 用心 再用心 若是用头脑去想 那就是有为法 梦幻泡眼 如露亦如电 用心想 是无为法 所以王产老祖 导教词航 传心法 叫我们要修心 修口 我们要讲任何一句话 一定要用心 表露来 口来表达 不要用头脑想一想 就开始来设定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历史的恩恋情仇 也就是用思想 所思 所想 来写历史 就有 对立 的形态 跑出来 这是人来世界上 最可怜的 但是也值得我们同情 尤其当下社会上 政党的黑白对立 所讲的话 很多不合逻辑 用自己个人利益去思考 然后就表达他个人的利益 不管全民的安危 这都是不对的众生 可怜的众生啊 所以我们各位维新闲事同学们 王产老祖给我们修行的平台 就是修正过去偏差的思想 偏差的行为 而以正确的一条路 很公正的一条路 来作为解怨事解 所以在这去年 7月23日的 晚上 打开蓝天门之后 专注蓝天圣门 做全 释迦牟尼佛的本尊 就开口了 表达他对于 普渡众生 如何挽救众生 众生如何防败未然 的真理 就是八正道而已 八条正确的路 在八正道 是我 释迦牟尼佛 他在世间 他在世间 弘扬的最彻底 八正道 一 正见 二 正知 十 三 正 余 四 正 念 五 正 命 六 正 恤 正 与佛 這八條路,釋迦牟尼佛,當時在預防大地金融作前,九大菩薩圍著 過次表示未來如何在世間普渡眾生 神龍元帝新開口說 要解怨事情,化解五千年前的著陸戰爭的恩怨群蟲 才能夠世界財能和平 中華山主兒女才能和平 所以王山老祖才在2001年 指示我到中國大陸著陸去追根溯源 找到當時山主著陸之戰的恩怨群蟲的因在哪裡 終於明白了 但是找到陰,也要有怨,要化怨 為山族的恩怨群蟲 以宗教的修行法儀 來做解怨事節 所以我們努力地去做 做到了 終於 得到山主兒女 大陸 多數都肯定 認定 確定 三組 而不是二組 所以在十年前 在著陸就成立了 中華山主文化研究會 而且也蓋了一間中華山主博物館很大 我很欣慰 這是我們的天命 我們的責任 我們要盡大笑 祭拜祖先 就必須從根 來找到根源 然後在法會的過程 像 列位祖宗 列祖列宗 朱祖靈 表達我們 山主兒女 愛好和平的心聲 愛照血脈 清晴的一條路 就是追根作源 所以 維新聖教 教族王產老族 天威 是多麼的寬廣 追溯往前五千年 往後萬年 這個都是我們維新聖教 以宗教的法儀 來激發列祖列宗 的審視 環境 到現在來 搖搖晃晃晃 五千年的歷史 所有的罪業也已爭過 所有的夜暴也一直在發生 好 我們 為什麼不去從根源去 找出來呢 所以就必須要仰仗 台灣祖書 王產老祖 神龍大帝 哈哈如來 和仰仰觀世音菩薩 地藏王菩薩 瑤楚金母 釋迦摩尼佛 東方妖師佛 阿彌陀佛 地藏王菩薩 諸大如來 的新法 來印心絕名 所以王產老祖 的大悲怨 在我們眼前 你看到了 還是世間的名利紛爭 在新年 所看到的 是歷史無量劫來的橫河 像黃河的水澎湃 洶湧 混濁 像長江的水 遠遠 不斷的在流 這個集市人生啊 在王產老祖 我們在任序年的開啟藍天之後 端坐 玉皇大帝影坐前 構築 表達 普渡眾生 的新法 神龍元帝 他的新法 就是人人有飯吃 人人健康 天下就太平 這一點 非常的 明朗 告訴我們 人世間 要達到和平 人 需要以 衣食 豐富 衣食 不缺 人 才有尊嚴 所以我們這一團 公祝阿彌陀佛火彈 超度 地球 196個國家 天文大神 我們 我們 就公祝阿彌陀佛 一座 米山 在彈前 然後 招請阿 地球196個國家 天文大神的連坐 前來 聽見文華 心開意見 這解釋 神龍 大帝 他的新法 我們很 讚嘆 和佩服 所以我們 要學神龍大帝的 心 的愛 能夠 能夠 時時 祈禱 眾生 衣食 無缺 能夠 風衣 指使 事先 就會 平安 就會 和諧了 就是 神龍大帝的新法 我很佩服,佩服,再佩服,摔摘藍天正文做錢。 我就誇願,我要以中華文化道童一經風水學的智慧, 來幫助天下的蒼生,幫助世界有緣的人,居住的平安。 風水學也是上聖的神隆元帝的聖法。 所以這個追溯起來,要相當的時間, 我們會一一來為各位殘劫。 這是我們維新聖教王產老祖的地址文, 門下地址文,所應該認知的。 希望各位同學們,大家冷靜著深思, 接著我們再為各位來闡述幫政道。 各位維新賢士同修, 祝我菩薩的心華, 八萬四千法文。 每一位佛菩薩他的成就, 都是新法的成就。 這是應該正確的認知。 所以神隆元帝, 把他的心華, 就養賢蓄財。 要養賢, 一定要先民生問題先解決。 才能儲蓄人才。 這是不便的真理。 所以神隆元帝的心華, 還太多。 尤其神隆元帝, 在空界中, 他的警示警告, 人的病都是自己所引發出來的。 上天沒有示給眾生任何病, 而是眾生自己找出來的病。 所以應該先從懺悔開始。 所以神隆元帝, 非常的慈悲。 他日常百草, 種百毒。 到最後, 毒性花了, 身體就壞了。 但是他的生命, 永遠永遠地留在世間上, 將有五千年的歲月容。 到未來千秋萬世, 神隆的心華, 還是玉立不搖。 無論你投胎在地球上任何一個地方, 所需要的都是風衣直屬。 就沒有戰爭。 尤其, 今年, 庚主年武漢會員之後, 全球的經濟大大的受到打擊。 接著蝗蟲, 災害也來了。 水災也來了。 旱災也來了。 冰災、 雪災都來了。 接著又瘟疫都來了。 造成人類的衣食問題, 就發生很大的考驗。 所以神隆原地的慈悲。 所以, 實時, 提示我們, 無論你科技再怎麼發達, 也是少不了, 吃的問題, 糧食問題。 所以我們, 緊尊著神隆原地的慈悲的開示。 我這麼三十八年來, 時時刻刻, 帶著大家, 全民念佛, 祈求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五谷風登, 天在永息。 這是以宗教的修行力量, 來感應天地。 結果, 我們應驗, 大公無私的禱告、祈禱, 會如願的。 所以我們每個禮拜天的早上, 全民念佛。 我希望各位同學們, 不要珍惜你的半個小時, 吝嗇半個小時, 不要只顧自己, 不顧全民的安慰。 所以我鼓勵, 大家要參與全民念佛。 這也是神龍大帝。 五谷王爺, 他的慈悲願意, 以不同的修選方式, 目標完全是相同。 所以神龍原帝, 在藍天文前, 用心我們對話了。 我終於了解到神龍原帝, 他的心。 我也希望各位同學們, 大家也要了解神龍原帝的心。 是愛和慈悲與洗手啊。 所以王爺老祖, 告訴我們, 我們對於吃豆問題, 要洗腹。 不要煮了一大堆, 結果吃了兩三量, 其他都倒掉。 像這一次, 武漢肺炎。 上天在警告, 人民、人類, 在大陸, 原來很收拾, 請扣要二十四道菜。 現在, 這個災難到了, 你要兩道菜就有困難。 所以這個也上天, 在叫化人類, 要洗腹、洗腹、再洗腹啊。 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學, 教育我們的孩子, 一定要洗腹, 不要糟蹋糧食, 不要糟蹋吃的。 這樣, 你就是神龍原帝的心法在世間。 要聽到嗎? 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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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開啟藍天, 在藍天聖門, 我們坐前, 纏重, 風吹雨打, 大風大雨, 下冰暴, 地震, 風吹雨打, 也沒有動搖我們的心。 我們九位修行者, 在山上半山腰, 然後, 風吹雨打, 我們還是, 昏然忘我。 老老記住, 諸佛菩薩, 所談的心法。 所以今天, 已經三十八年了, 我才藉著這一個九十九天的法會, 我會將開啟藍天, 諸天聖神佛菩薩的心法公開來, 讓各位更進一步, 了解我們自我的人生。 這樣好嗎? 好。 神龍元帝, 他是水利專家。 其中一事, 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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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份, 十月十五, 仁官大帝, 水利專家。 所以, 神龍大帝, 他的水利精神, 讓人讚嘆。 在大陸四川, 都江燕, 是神龍大帝, 投胎轉世為禮兵父子, 來為人類, 打造一座, 輸勝的水利工程。 所以, 所以, 凡是, 世間上, 從事水利專家的, 也都是, 神龍大帝的, 聖孫, 法孫和華孫, 我們, 我們要尊敬他們, 他們, 他們的功德天。 大功無私的, 為人民, 創造, 五股風燈。 所以, 我們修行, 諸佛菩薩的成就, 它是世間法的智慧。 所有的智慧, 都是利他, 而不是利己。 先你利他, 你絕對是幸福與快樂。 當下我們所有維新賢士同學們, 你們的事業, 無論是能工商百業, 你們都要以利他。 有如國父孫中山先生所談的, 提倡的名言,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 這即是利他, 利他就利己。 可是我們很多人, 這先以利己, 之後才能利他。 但是王產老祖, 他的心法, 就是保護自己, 不傷害他人, 然後再幫助他人。 這是最高境界的利他。 所以, 老祖是真的利他主義, 是無私, 是神, 是佛, 是上帝, 是阿拉。 他的心 我也希望我们 违信弟子们 大家要学王产老祖的利他 精神 我们将手学的易经 帮助有缘的人 找到人生的方向 该做不该做 了了分明 一手学的风水 这些法文 来创造 家家户户的和谐和平安 这是利他 然后以宗教观 宗教观 就是尊重生命 在于违信圣教的新法 三宝 义经 风水和宗教 宗教 是我们 迈向 灵魂世界 安心的一条路 而且宗教 也时时在 为宿位大众 来做 修行 又如今年 庚祖年的武汉会员 我们 公送了 2378万 多部的天德经 来回降 供养 天温 萨存 解怨 自杰 所以台湾平安 这个也是在利他 所以我们 微信 圣教 微信地主 平时家庭 过后 也在利他 然后 用多余的时间 戳出多余的时间 来做利他 来诵经 念经 念佛 拜佛 来为众生祈祷 为天下昌生 来祷告 祈祷 你这个 即是利他 所以这也是 诸佛菩萨 共同的本愿 利他的精神 我们 维新圣教 大家平时 没有感觉什么 事实上 你们都在做 利他的 最高境界修行 尤其我们这一次 99天的法会 够分支到场 住职 征召 教法工 义工 来做 无畏不失的利他 你们都功德 大如天地 尊责 所以我们 诚心地感恩你们 希望各位同修 有时间 就自动自发地回来 义工 能够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你再做 良心在看 主灵在身边 猿青在主 也在身边 你的护法神 也在身边 这是做 给自己来看 做给自己良心来看 所以我们对于 宗教的修行活动 我们能参与的话 我们就尽量参与 不要找各种理由 这样的话 我们的利他 也是神龙大帝 他的利他精神 所以在南天 精确闻前 诸佛菩萨 构组表示心法 神龙原地 表达他的心法 也表达顽僻了 所以我就当时 顶手向神龙大帝 发火愿 我一定会来依照 神龙大帝 你的本愿 我们一起来努力 来为人民 我会带着有缘的同修们 来跟着一起修行 那时候 只有我一个人 单枪匹马在山上 还有八位菩萨们 没有现在的道场 当时 发这个愿 那不是太过于夸张吗 但是我用心 与神龙大帝 来对话 我一定会办到 会办到 希望神龙大帝 加持 我所有未来有缘的弟子们 都能平安 封衣 直属 终于这么多年来 神龙大帝 没有爽约 护佑着我们所有的 违亲弟子们 大家 先把家园保护好 把良心保护好 然后呢 做习府的 修行工作 都一一的如愿 所以我感恩 向神龙大帝顶手 山顶礼之后 借着 释迦摩尼佛 他的本尊 借着 一位同修 他深口欲 他来开示 用心在对话 用心在说 说是释迦摩尼佛 他来到世间 再走一趟 希望 希望 我们能够 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就是八正道 就是八正道 八正道 的修行法语 看起来 很简单 事实上 要立行起来 必须要有相当的耐力 和政治政见 我也希望 在今后 为一一的 来为国业 来阐述 正确的见解 什么是正确的见解 正确的思维 思维这件事情 怎么想 对不对 正确的表达 话怎么说 我们的说话 是最困难 怎么样 用心 来应心 来讲话 正确的工作 正业 正确的工作 怎么样 才是正确的工作 正命 怎么样了解到 自己的命 命中若有 自然有 命中若无莫强求 若要大富 以大贵 为从 积善 与众的 释迦摩尼佛 开示了 正念 念头 夫妻同修 不要变成 慈悲魔 同事 来世界上 走一趟 本事 同传度 应该要相互的理解 相互的帮忙 正确的工作 正业 什么是正确的工作 该为不该为 不要做错了 到时候 烦恼一大堆 到最后 正经济 正确的精进 什么要是精进 如何精进才是对 这个即是我们维新圣教 我们修行的上圣心法 到最后来 正 禅定 上来 是一个正确的理念 然后 做到问心无愧 我们时时刻刻 就能够禅定了啦 这即使 释迦牟尼佛 他 用心 要我 来以各位 所有贤士同修 我们一起来相互勉励 大家一定要有成就 要成胜 成选 成佛 那么现在 请大家合掌 回向 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 活净土 上报是从温 下季山土苦 樊有建文者 西发菩提心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本段节目由 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 互动